但在家裡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無止境的狂吃狂喝 分別是顴骨早羊類、豆乳蛋肉類、蔬菜水果類、乳品類 還有大家一直很想要知道的零食類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來營養師愛碎麵 我是碎雲營養師 那最近呢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身為一個好公民就是要在家裡待好待滿喔 但在家裡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無止境的狂吃狂喝 活動量又非常的低 所以今天這一集的影片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防疫期間我們應該在家裡囤哪些食物 才可以健康不發胖 今天的影片當中呢我會粗略的把食物分成五類 分別是顴骨早羊類、豆乳蛋肉類、蔬菜水果類、乳品類 還有大家一直很想要知道的零食類 大家可以根據食物的分類呢去做選擇 這樣的話呢整體吃下來你的營養也會是比較均衡的 那我們就先從全骨早羊類開始介紹吧 首先呢第一名要推薦給大家的就是 食動地瓜 我是買別人已經就是烹調好然後冷凍起來的 我自己呢有稍微把它秤重過 它平均呢一個小小的地瓜 大概就是半碗飯的份量 那冰過的地瓜呢因為它會產生更多的抗性澱粉 所以它的飽度感比較好 有時候買的煮飯呢我就會直接把地瓜當成主食 非常的方便喔 又會買這種即時的義大利麵 那這一款呢我覺得它還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黑黑的這個墨魚麵 義大利麵呢它是用小麥粉做成的 所以呢它的麵條呢不管是文鮮素冰群啊還是營養素 都會比一般的白麵條來的更高 再來的話呢我也蠻建議大家可以買一頭大燕麥片 嗯好香喔 那如果你最近有在follow我的話呢 你應該就會發現我用大燕麥片其實做成一些餅乾啊還有蛋塔 那燕麥呢因為它膳食纖維很豐富 然後也有降低血中膽固醇的一個效果 所以也還蠻適合像我們這種成年人啊或是老年人使用的 鬥魚蛋肉類的話呢我主要會買這種有真空包裝的魚類啊或是肉類 一般啊如果沒有抽真空的肉大概只可以保存半年 用真空包裝之後呢它其實可以去延緩它的氧化還有一些細菌的滋生 所以保存期限呢大概可以拉長到18個月左右 然後我也會再買一些豆製品 那因為我會自己做豆漿 所以我會買這種乾的黃豆黑豆 它的保存期限大概就長達一年左右了 所以就會比你買那種罐裝的豆漿更方便 再來就是蔬菜水果類 那因為一般的葉菜類 譬如說像什麼青薑菜啊小白菜那一種 那保存期限呢大概就只有一個禮拜左右 就是要盡快的把它吃完 花椰菜如果你處理過後用熱水汆燙一兩分鐘 然後趕快呢再把它放到冰水裡面 接著呢放到冷凍庫裡面去保存 這樣的話呢大概就可以保存三個月左右 就可以拉長蠻多時間的 現在防疫期間嘛花椰菜裡面的這些質化素 其實對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也非常的好 再來就是也蠻推薦大家可以多吃洋蔥的 它裡面也有一些含油的化合物有殺菌的效果 像洋蔥啊它放在乾燥陰陽的地方 大概可以保存一個月左右 所以也是蠻方便的 再來這個也蠻特別的喔 這個是冷凍的藍莓 我們在家裡工作或是追劇也會一直用眼嘛 藍莓裡面的花青素其實對我們的眼睛還蠻好的 那它冷凍過後啊其實也不會破壞掉它的這些營養素 你要打脖子啊或是做冰沙也可以用冷凍藍莓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乳品類啦 離起鮮奶奶粉啊因為它經過乾燥 或是飽久乳經過殺菌 那它們的保存期限呢也會比鮮奶來的長一點 也會比較適合現在的狀況 那有時候呢我也會再搭配這種起司片 那起司片的話呢它如果有良好的冷藏 大概保存期限也有一年這麼久 所以也可以當作呢乳品類的來源 那最後啊就是大家一直很期待我分享的零食類啦 其實我們家也是有零食啦 因為有時候你看電視啊或是晚上滑手機肚子餓啊 還是會想吃一些東西 那我剛剛在櫃子裡啊找到一個還不錯的堅果粽子類 這是我老公他的下酒菜 這個是小魚乾花生 這花生它也是屬於堅果粽子類的範圍 那它這樣子小小一包大概就是一份的堅果粽子類 所以我覺得它這樣子的份量控制的還蠻剛好的 再來的話呢我們挑選零食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看它的這個烹調方式 那一般來說啊像是大家比較愛吃的是洋芋片啊或是那種多粒多汁 它因為是比較偏向油炸 那就會高油高鈉所以熱量比較高 那像有一些餅乾啊它可能是用烤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家有這種像是雪餅啊 然後它這一包的話呢大概就是五六十大卡 所以你吃個一到兩包也沒什麼殺傷力 再來的話呢我們可以挑選一些成分比較單純的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在賣場買的 這個是黑加利塔 然後這個是奇異火塔 那它吃起來呢就是有點類似像是鳳梨酥那樣的點心 不過看它的那個甜味的來源啊 它是有用一些糖醇去做調味 糖醇它是一種帶糖 熱量非常非常的低 它一個小小的這個卡大概熱量也是不到一百大卡 熱量的話大概就是一般像鳳梨酥的一半 我是覺得啊如果你想要維持健康或是不想要發胖的話 不一定要追求百分之百天然健康啊 因為其實真的蠻困難的 那像我們家其實也會有蛋捲啊冰淇淋這一類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吃這些零食啊 你就把那個熱量控制大概在一百到兩百大卡之間 然後你當天呢可以多做一些運動來達到平衡 其實長期下來呢你也不用太擔心會有變胖的問題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個 防疫吃不胖的好食材 那希望這支影片呢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度過幾家防疫的時光 也希望疫情呢可以早日的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未來我也會分享更多跟健康飲食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就很快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